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新宪王是明宪宗朱建山的第四子 他是新宪王的次子 威武大将军诸货赵的堂弟 父亲朱又元于成化23年7月11日受封新王号 于郑德14年6月17日婚后 郑德帝赐氏号为县 所以称为新宪王 母亲蒋氏是北京中兵马指挥使蒋孝的女儿 是在洪志五年孝宗亲自赐的婚 并主持了婚礼 洪志七年9月18日到阿璐旧藩 洪志十三年 朱后聪的哥哥朱后熙出生 但只在这世上活了五天 朱后聪是个实打实的天赋型学生 打小就聪明过人 老爹新宪王亲自教他读书 史书中记载 幼时聪慧 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 众礼节御史有主见 其他的都是皮毛 但这个御史有主见的评价是真的准 同时还贯穿了他的一生 父亲教他读书的同时 还带着他参加王府的各种祭司活动和典礼 这也为他日后的大活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故去之后 年仅十二岁的朱后聪习兴王后 在十首三哥老之一元宗高的辅佐下 开始接管王府的各种事宜 从他当皇帝之前的履历来看 朱后聪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自身天赋高 身边又有名师指点 父母对他也并非一味的溺爱 给了很正向的教育引导 不过呀 很多事都是命中注定的 毕竟谁也想不到天上能掉下来这么大个馅饼 原本呢 他这辈子也就在他爹的这块封地 好好的当个王爷 彩彩花种种草 不过在郑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表哥朱后赵死于自己建的玩具房中 结束了叛逆的一生 作了一辈子 能玩的都玩变了 唯独没玩个儿子出来 这可给内阁这帮人仇坏了 孝宗这人人品没得说 非常正直 不爱女色 坚持封建时期少有的一夫一妻制 就朱后赵这么一个儿子 朱后赵一死 他这支就断了 那怎么办呢 内阁首府杨廷和 与内奸张勇 古大用一商量 依据明朝祖训 胸中帝籍 准备请立远在湖北的新王 朱后松祭统 得到皇太后张氏的允许后 于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六 遣太监古大用 伟宾张锦 大学士梁楚 定国公徐光作 驸马都尉崔元 礼部尚书毛成 奉内阁拟定的明武宗遗诏 前往安禄新王底 迎接朱后聪 杨廷和办事非常老了 其实在朱后赵死之前 杨廷和就考虑到了皇位继承的问题 他早就描好了朱后聪 选择他的好处有两个 第一能力够 第二年龄小 这个既要又要的答案 非常符合杨廷和的政治需求 所以他提前五天 就以朱后赵的名义 拟好了赤令 发给了朱后聪 因为朱后聪当时还在扶桑期 赤令中要求朱后聪 缩短未复扶桑的时间 承袭新王爵位 等朱后赵一闭眼 请了太后遗址之后 直接宣布了新皇继承人 几乎没有顿党的时间 免了许多新老交替 真空其实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 派了一票人去湖北 接朱后聪的同时 他在京一直维持工作 这个皇帝体验卡 他用了37天 这期间他做了非常多的正向安排 由于不是他的主场 这里就不做细致介绍了 可以说他的权力欲 如果随着朱后聪进京 就停止的话 后面也就没有那么多故事了 他的结局我想也会很好 就工作态度和能力而言 杨廷和还是非常棒的 可惜没如果 因为他面对的这位爷 可不会像正常15岁的少年那么好欺负 郑德16年4月 朱后聪从阿禄到了北京 他不好欺负 杨廷和自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迎来了自己继任前的第一份考卷 当一心人到达北京城外凉乡的时候 朝廷官员就用什么礼仪 接待新宪王世子产生了争论 杨廷和一琢磨 先小试下牛刀吧 于是授意礼部尚书毛诚 对此事拍了板 按皇太子继位的规格迎接朱后聪 从东安门进攻 到文化殿赞助 择日登基 朱后聪一看这安排 心里就挺生气的了 这老头这是给我下马威呢 生气归生气 但毕竟自己是来当皇帝的 当皇帝嘛 那咱就得讲理 那咱就论论理吧 于是拿出了武宗的遗诏 来 谁说的 皇太子的礼仪迎接的 你给我把遗诏读一读 为啥让人读 因为这份遗诏里有个漏洞 给朱后聪留下了操作空间 武宗的遗诏原文为 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帝 新宪王次子 聪明人孝 德契肃成 论序当立 以尊奉祖训 胸中帝极之文 高于宗庙 请于慈寿皇太后 与内外文武群臣 和谋同慈 继日浅观迎娶来京 四皇帝位 重点就在最后几个字上 朱后聪拿着遗诏告诉礼部 遗诏写得很清楚啊 是让我来当皇帝的 不是来当皇太子的 你们按皇太子的规格 安排我是几个意思 是不听我大表哥的话啊 还是看不起我啊 消息传回之后 杨丁娥也懂了 这小兔崽子有两下巴 但这下马威 你必须给我吃了 双方就这么僵住了 谁也不退 朱后聪也不磨叽 你们不是不准备 把我当皇帝吗 好 走 打道回府 老婆不干了 回阿路继续当我的王爷去 汉乐宝时候不也挺好的吗 能官们一看没辙了 这给人挖的坑 人家没跳自己掉坑里了 这时候服务玩也不合适啊 被这么个小孩拿捏太丢人了 得找个台阶 于是皇太后出面 当了中间人 命群臣上剑劝尽 朱后聪在郊外受剑 从大明门入 随即在奉天殿继位 这第一场仗 年仅15岁的朱后聪打赢了 可这仅仅是个开始 郑德16年4月21日 朱后聪正式继皇帝位 次年改元嘉靖 但朱后聪刚登基6天 他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二场考验 4月27 嘉靖下令群臣议定武宗嗜好 以及生父的主寺及封号 这就给了杨廷和机会 礼部尚书毛成 援引北宋成爷 一扑王李的先例 给嘉靖上了一份作书 这份作书的内容很长 但主题只有一个 你得换个爹 你不能任新贤王当爹了 你也不能任你亲妈当妈了 以后你得叫你亲爹叔叔 得叫你亲妈婶 你得任你大爷孝宗当爹 这样才符合皇族理智 封建时期的皇位 搅着个传承 简单的说 就是爹是皇帝 儿子才能是皇帝 儿子是皇帝 爹也必须是皇帝 就算不是 也要追封 很明显 杨廷和是在找茬 因为这事明摆着 有非常简单的办法来解决 那就是直接追封 新贤王的身份 为什么不这么干 那就要看看杨廷和想要什么了 其实答案都是明摆着的 当初杨廷和在众多候选继承人中 选择朱贺聪 就是觉得这孩子聪明的同时 年龄小 年龄小意味着好控制 历史四朝 两朝元朗 他对县宗这一脉是有感情的 同时 他的位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从血脉上来看 他就对朱贺聪不会有多大的兴趣 同时 有朱贺聪那么个前任在 他的权力欲也被激发到了极致 说白了 选择你朱贺聪来当皇帝 这是个客气的说法 你就好好的给我当傀儡 有你没你都一样 但经过第一次的小事牛刀后 他发现这小孩好像没想象中那么好捏过 那我就需要在一个正式的场合 让你看看我的力度 得让你知道个道理 虽然你是皇帝 但在这个朝堂之上 想做事 没有我的点头 你说话没有用 于是毛诚率队冲锋 带领文武群臣近六十人 连名上了这么一封奏书 声称有异议者即阶邪当战 朱贺聪看完毛诚的奏书之后 鼻子都气歪了 咋的 我当个皇帝 怎么还把自己亲爹当没了呢 不同意 但这次他的不同意明显没好使 他也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把朝中这群王不但想单纯了 硬碰硬肯定是碰不过的 于是 嘉靖选择了暂时服软 他先给毛诚顶了一波黄金 但毛诚没收 后又私下约杨宁鹅来见面 聊了呗杨哥老 你看我一外省王爷 刚继位 啥也不懂 想给我爹争个名分都争不了 你看你能不能出面帮忙说说呀 给我个面子 事儿办成了 我请你露串 杨宁鹅表面点头 你要早这个态度 不就没什么问题了吗 没事啊兄弟 事儿大哥帮你办了 办得妥妥来 转头就当嘉靖再放屁 跟没事人一样 嘉靖一看杨宁鹅这态度 愁的是天天吼头发 朝里没有自己的势力 全是杨宁鹅的人 事儿肯定是办成了 双方就这么僵持了很久 事情的转机在一个人的出现 这个人啊 叫张聪 这哥们儿吧 有点意思 他成化11年11月30日 生于浙江温州府 永家县 华盖乡三都 少后精学 博学多才 但是呢 这人有个毛病 就是一考试就拉胯 进京一共考了七回事 次次落榜 终于最后一次考上了 名次还不太高 被分配到了礼部 说值几点就是去混日子的 每天就是打打杂啊 喝喝茶啊 但是啊 在纪缘巧合下 张聪翻到了毛城 写给嘉靖门的封奏书 看完内容之后 张聪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因为他对三里有着非常深的研究 于是他洋洋洒洒的给嘉靖写了一道作书 大概内容是针对毛城的那封作书 一一的做了反驳 他认为诸贺从继位是继承黄统 而非黄寺 继所谓继统不继寺 宋仆王是预先被立为了太子养在宫中 实际已经有了过激关系 跟当今皇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皇上 你该认谁当爹 就认谁当爹 可以在北京再立个新鲜王庙 诸贺从看完张聪的奏书之后 眼泪哗哗的 称我和我爹的关系终于保住了 大家可能感觉奇怪 张聪这人是不是有点虎 嘉靖这时候还没站稳脚跟 啥也不适的节奏 你因为这么个人 得罪权清朝野的杨廷和 你这投资眼光是不是有点过于超前了 我个人认为 这个选择跟他眼光没啥关系 张聪到礼部的时候都快五十了 身份还是个打酱油的 从赌博的角度讲 他只能把保押在嘉靖身上 毕竟嘉靖是皇帝 赢了坐地起飞 输了最多就是被撵回家种地 所谓博一博单车变摩托 至于是踏板还是亚马哈 那全听老天的 有了希望之后 嘉靖拿着张聪的奏折 去找了杨廷和 说老杨啊 你看看吧 终于有人把奏书写进了我的心坎 杨廷和看完之后 内心毫无波澜 反问嘉靖 这人是个什么东西 他也配在这发言 怼的嘉靖毫无脾气 嘉靖杨廷和张聪互掐正嗨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闪亮登场了 谁呢 嘉靖他老娘 儿子到了皇帝 老娘自然又跟着进宫的 所以母妃蒋氏比嘉靖晚了一些 从安禄出发到北京 结果到了通州 听闻儿子这段时间的遭遇 也听说了自己的名分被改了 蒋氏之前我们介绍过 北京中兵马指挥使之女 父亲最后是被封博的 身份本就不一般 将门之女也是个暴脾气 直接命人停下来了 找人传话给杨廷和 告诉他 先把名分的事给我掰成明白了 不然我就不进京了 咱就耗着 看最后谁难堪 谁先认输谁是孙吧 嘉靖一听老妈来了 看老妈还是这个态度 心领神会 又去找了杨廷和 跟他说 咱总在这耗着也没啥意思 我干啥 你不都不同意吗 行 我不干了 我带着我妈回暗路 继续当我那王爷去 你爱找谁找谁吧 张聪一看嘉靖的态度 他也嗨了 又给嘉靖写了一封奏书 坚决维护嘉靖的根本权益 支持皇帝想认谁当爹 就认谁当爹的核心思想 杨廷和看完张聪的文章之后 表示 小伙子文章写的不错 你可以滚出去了 于是把张聪赶去了南京 让他去醒部做了个小官 回头去拜见了嘉靖 做了让步 说内阁决定了 将你的父母分别命为 新县地和新县后 嘉靖听后大喜过望 觉得自己终于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结果消息传到蒋氏这 蒋氏却没买账 我这傻儿子 老杨头玩你呢 你还没看出来吗 这事能马虎吗 说什么也要在称呼之前 加上个黄字 杨廷和一看蒋氏的态度 也不干了 这蹬鼻子上脸 那还得了 回话嘉靖 你不是不想干了吗 我也不想干了 咱俩一起辞职 你意下如何呀 球又踢回到了嘉靖这 这个阶段 他是绝对离不开杨廷和的 朝中基本都是杨廷和的人 他一走 朝堂基本就停摆了 于是嘉靖最终也做了让步 晃不晃呢 以后再说 先以皇太后的乙 把我妈接进攻 双方暂时达成共识 打礼第一阶段结束 之后嘉靖开始卧心长胆 借着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期 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 逐渐站稳脚跟 三年之后 嘉靖的地位已经稳固 他准备向杨廷和发起第二次攻击 重提就是 想为自己的父母封号钱 加上皇子 这次争斗的资本 除了这三年间培养的势力 还有两个主力军的加入 一个是之前被杨廷和赶去南京的张聪 另一个人叫贵厄 贵厄 正得年间进士 嘉靖二年生南京刑部福建斯主事 经历跟张聪很像 年纪大 考试拉框 对礼法研究的很透 嘉靖三年卧心长胆的时候 这俩牛人也没闲着 一直在计划怎么反扑杨廷和 一直在等嘉靖的信号 听闻嘉靖重提旧事的消息之后 张聪贵厄马上上书给嘉靖 告诉嘉靖 臣愿助陛下一臂之力 嘉靖得知消息之后 别提心里我都高兴了 老杨头 这回咱俩再试吧试吧 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杨廷和没有反抗 不仅没反抗 还直接辞职了 杨廷和有两方面的考量 第一 自己年纪大了 折腾不起了 第二 各方面成绩已经到了天花板 不会再有突破了 他用三年的时间 已经看透了嘉靖 他自己已经不是稳赢的局面了 赢了还好 如果输了 老了老了 来个身败名裂也犯不上 把争斗的交接棒 递给了影响力更大的儿子杨慎 也许还有成功的可能 随即 杨廷和辞职了 杨慎接过了父亲的大旗 借着父亲被逼辞职的事 煽动百官开始闹事 直面嘉靖 嘉靖毫不示弱 你们不是闹吗 可以 于是传指 张聪归恶进京 再来一场辩论大会 大礼第二阶段开始 文官们心里很清楚 不能让这俩货进京 这事本身就不是单纯的论理事件 既然不单纯 就不能单纯的论 如果只论理 他们就必须无疑 因为从理的角度讲 嘉靖是没有问题的 文官们一看嘉靖态度这么坚决 见风使拓 告诉嘉靖 别急啊皇上 你想加皇子这事儿吧 没啥问题 想加你就加吧 这次嘉靖兵不许任 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故事是这么讲 但过程其实比这复杂的多 杨廷和辞职之后 礼部尚书汪俊 酝酿在一起集体见证 借着侯廷迅根据宗法做的大礼变 礼部尚书乔宇等人 据此率群臣近250人一同禁言 反对嘉靖以新宪王为皇考 嘉靖非常生气 我这个爹怎么就这么难呢 于是叫更多的人参与到会议中 毕竟三年中 他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有了一争的机会 可惜啊 文官集团此时的势力依然很强 其中有两个人的身份比较狠 影响力比较大 一个叫唐高 前朝状元 另一个叫邹首义 王阳明的高徒 有这两人的辐射在 嘉靖颇为难受 这种拉大旗的行为 让嘉靖愤怒 既然理讲不通 那咱就动手吧 于是嘉靖针对参与此次会议的文官 分别做了处罚 斥责罚奉严重的罢处 最终逼得汪俊妥协 于新县帝 新国太后指各家一皇子 已被尊称 事还没完 嘉靖对面前的圣局并不满意 因为还有个问题没解决 父母称号前的皇子是加上了 但自己依然是两个爹 自己亲爹依然排在孝宗后面 叫本升皇考 公墓县皇爹 这问题依然很尴尬 被人问起来咋介绍呢 指着孝宗说 大家看 这是我爹 指着星县皇说 大家看 这是我亲爹 这也不好听啊 从南京调任北京的张聪贵恶 这段时间过得并不舒服 虽然杨廷和辞职了 但余威还在 两个人被孤立的狠 刑部尚书赵健 与几十钟张聪勾结 想暗杀贵恶和张聪 嘉靖通过场位 得知此事之后 立即任命贵恶张聪为汉陵学士 两人又受到五丁侯郭勋的保护 算是保住了命 论理大会势在必行 文官集团已经逐渐没了胜算 于是他们计划最后疯狂一次 嘉靖三年7月12日 朱厚聪诏狱礼部 14日为父母上测文 祭告天地 宗庙设计 文官集团也准备趁着这次命令 彻底跟朱厚聪撕破眼皮 命令是在早朝下的 散朝之后 立部左侍郎和孟春体 说县宗在位时 咱们在文华门前哭闹 争慈疑皇太后下葬的礼节 宪宗同意了 咱们今天要不要再来一次 杨慎接过何孟春的话 继续做动员工作 说国家仰视150年 坚守节操 大义而死 就在今日 随后编修王元正 济世忠张冲等 在金水桥南 兰祖挽留群臣 何孟春 金县民 徐文华等又号召群臣 随后 二百余位朝廷大臣 在左顺门 跪请朱后聪改变主意 朱后聪听到外面的振天的哭声 被气得要死 你们这是哭丧呢 吩咐太监去传话 让他们快点滚 滚远点 结果没好使 文官集团一直哭到中午也没散 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朱后聪这就忍不了了 这哪还有围观的样子 这不撒泼的吗 于是命令紧卫 把带头的八个人抓起来 扔进了诏狱 文官们一看 把带头的抓起来了 闹得更凶了 边哭边凿 走上门的大门 嗷嗷的哭 一看这群人给台阶不下 朱后聪抓得一闲 那这日子咱就别过了 于是继续下令 将五坪以下官员 134人下狱考训 四坪以上官员 86人停职戴罪 7月16日 朱后聪为母亲上尊号 张胜慈人皇太后 7月20日 锦衣卫请示 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 朱后聪下令 四坪以上官员停奉 五坪以下官员 当庭账 因停战而死的 共计16人 左顺门停战后 反对一礼的官员 纷纷监口 为时三年的大礼事件 以朱后聪的胜利而告终 到了9月 嘉靖耕定大礼 改称孝宗为黄博考 生父为黄考 并编撰大礼集议和民伦大典 到了嘉靖17年 朱后聪想把自己亲爹的牌位 攻进太庙 但是呢 他又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太庙的牌位数量有限 已经用完了 想把亲爹放进去 就要从里面挪走一个 那挪走谁就是个问题了 他跟众大臣就此事开始商量 朱元璋是铁定不敢弄 也不能弄的 这是老祖宗 咱们把朱棣挪出去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看 离咱年份比较远 他还做了挺多不堪入目的事 理由很充分 众人一听 用看傻子的眼神 看向朱后聪 心想 你这个智力是怎么斗倒杨廷河的呢 没朱棣的话 你哪有机会坐在龙椅上 胡说八道啊 说什么都不同意 他这一提议 反倒给众大臣提了个醒 为了防止这个不靠谱的再动歪心思 他们不光不同意 把朱棣请出太庙 还给朱棣上了个新庙号 成祖 俩祖宗 都是你祖宗 彻底断了你念想 朱后聪一琢磨 也是哈 那咱就把仁宗请出去吧 你看 其他人别管是不是正请人 毕竟在位时间都比较长 只有仁宗做了八个月 这八个月再靠谱的人 也干不出来啥成绩 贡献值也就比较低了 就选他吧 最终 仁宗朱高赤的牌位 被请出了太庙 朱后聪亲爹 新宪王 最终以瑞宗的号 接了太庙 排在了大表哥之前 大礼仪事件在这里 也彻底结束了 总的来说 大礼仪事件的本质 就是以朱后聪为首的新皇势力 与杨宁和为首的 洪志正德两朝臣子集团 针对权力的政治斗争 论理只是个外壳 文官集团节节败退 对应朱后聪的逐步胜利 就是新皇一步步收回皇权的过程 借着此次事件 张聪贵厄从寄计无名之辈 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杨宁和陪了儿子又折兵 被贬为民 儿子被发配去了云南 单就以他在洪志正德时期的贡献而言 他这个结局是可悲的 却又是个必然的结果 这也就是我在正剧完结篇中 提到的自然规律 了解了整个大礼仪的过程 才能更深刻的理解 嘉靖最后的那段江山黄河论 从何而来 我们作为现代人 可以带着现代人的思维去分析 辩证 可身在封建时期的他们 却无法像我们一样客观 也没办法评价是非对错 因为双方势力争斗的出发点 并没有公私之分 都是在借着一个合理的名头 为自己的私欲而争斗 这场斗争到底谁是胜利者呢 在我看来 其实没有实质性的胜利者 杨丁河用非常直观的方式 给朱厚聪上了一堂政治课 课题为论权力的重要性 结果就是教会了学生 饿死了师父 作为没有东宫势力支持 半路直接登基的朱厚聪 能在直面对抗杨丁河的斗争中 获得胜利 就突出了这个人的政伤有多恐怖 也让他了解了权力的魅力 而可悲的是 他从小受到的教育 都是在告诉他如何当一个好王爷 而没有人教他如何当好一国之君 同时 有个问题很多人也会忽略掉 家境虽然天赋高 但与之对应的其实是他的自卑心 他的出身带给他的自卑 这种自卑心让他的安全感变得极低 那么大礼仪斗争带来的成就感 结合他的自卑心与不安全感的产物 就只会是逆向的 从后来他对手下陈子的态度 就可窥之一二 猜忌 暴力 戒备 蛮恨 所以说家境是个有政治才能 却没有政治梦想的人 他没有梦想是因为他的出身 没有给他做梦的基础支持 加上大礼仪中全臣的刺激 导致这个人的格局就不会太大 只会变得更自私 只有在满足自己私欲的基础上 他才可能做正事 也会变得骄傲自满 这些我们就放在下期说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